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瑞 我是婕音 今天這集呢 真的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集 原因是因為我本人 只要經歷人生低潮 或是迷惘的時候 除了我自己的信仰以外 我還會去算命 像是八字啊 紫薇董樹 什麼都算 也沒有什麼都算 因為我都是一直接觸 要偏東方類型的 我一直對 像是西方、西洋、占星 這一塊是沒有研究 也不懂 剛好今天邀請到一位 非常厲害的老師 很漂亮的老師 而且 我跟你說 真的是我自己鼓起勇氣 發email 劃出你的第一步了 對我真的是 終於 第一次 對對對 然後梅小老師居然 百忙之中一口答應 然後我們就話不多說 歡迎我們白宇老師 嗨 謝謝Eric和簡易的邀請 我是白宇 目前是占星學專家 占星學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在此之前 我的本業是金融 後來在科技業 然後在後來進入了 跟心理學有關、哲學有關 最後穩穩的落定在 占星學這件事情上 我有對老師先做過一點的功課 老師有催眠的證照對不對 對對對 美國的 所以老師真的是多彩多役 就心理學很厲害 心理學的東西 我覺得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哲學的東西也是 不過我覺得占星學 通常它提供了一個 我們思考的脈絡 比如說人生全方位 像我是全方位占星學 現在線上課程 它就是透過十二功 可以思考我們每個人的 全面的方向 比如說我的個性怎麼樣啊 我的理財方式和最前的安全感 金錢觀是什麼 我的溝通表達 我的思維是理性還是偏感性 都算得出來 對 當我們去思考人生的時候 通常我們比如說 假設我們找對象好了 會說他一定要帥 個性一定要好 要孝順 大概是很片面的比較多 對 很少會說我的人生觀 金錢觀 然後他怎麼對朋友 我們的家庭環境背景 有沒有可以好磨合 然後我們的未來的方向 我們個人的成就感 生活的細節上 我們能不能互相包容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很感性的時候 很直覺的 有些時候會不耐反開 罵 那另外一位能不能妥協包容 你 我們就是互雕的那種 相愛相殺型嗎 你其實不是很好 看起來很溫柔耶 沒有沒有 你看完那張就知道了 馬上曝光 我想幫觀眾朋友們問 大家最好奇的 就是2024年 哪一個星座的桃花韻是最好的 桃花韻是吧 這邊選了五個 喔是人很好耶 排五個 那三個有點太可憐了 對啊 好好好 我們其他人也是人的 你幹嘛 我們來聽老師講 好 第五名是射手座 射手座在2024年 有機會找到互相支持的 另一半 那這個支持的話 跟金錢的支持有關 所以你可以在工作領域啊 或者合作客戶啊 去找一找有沒有你喜歡的人 或者說你跟他一起正在創業 一起賺錢 一起花 順便在一起 順便在一起 對 人先合夥人 哇 射手座很好耶 射手座現在單身的 趕快去找旁邊的另外一半 一起賺錢 是 第四名 雙子座 雙子座就是可以找到一個價值觀 比較相同 可以互相理解的 可以找到一個 我人生中的港灣 可以回家休息 然後他有一個溫柔香 我很喜歡 這種感覺 第三名 獅子座 獅子座的話 2024年機會很多 就是在交友方面 然後也聊得來 拓展了很多人際關係 所以如果沒有另一半的人 就很容易暧昧以上 那要不要真的忠誠伴侶 就最後變成交往什麼的 就要看獅子座自己 要不要做決定 但也很容易 就是同時暧昧幾個 然後忙不過來 太多了 對 所以不要變成時間管理大師哦 桃花很多 那第二名 巨蟹座 我們的Eric上身巨蟹 看來我 沒辦法是不是 沒辦法 我快就忘記了 我剛剛一瞬間忘記 我想說還高興了一下 老師幫我做一下命盤 然後他就是朋友 就感斷一下他 真的想殺下去 我要殺他 我要殺死他 好 巨蟹座 2024年就工作方面有突破了 因為他個人的信心也比較成長 所以他原本喜歡的人 可能一開始沒有看好他 對 但是因為你工作有突破 成績也比較好 我為什麼要對著Eric說好 巨蟹座 哈哈哈 老師覺得就在講你 哈哈哈 所以他會受到自己心仪對象的青睞 好 怎麼會這樣 老師我們重新調整一下 你好好工作吧 好吧 不要講太多 好 天瓶座 找到心靈的契合夥伴 就是天瓶座 其實平常對人性啊 是蠻失望的 不要看他朋友多 然後出去都開開心心的 他覺得人性就是有利益 然後互相幫忙 就可以在一起 沒有的話就鳥獸散 他通常都這麼悲觀 在私底下 當然他平常對朋友們的 付出都很多 但挫折也很強 那來到2024年的天瓶座 可能會找到一個 心靈相氣的伴侶 而且他可以包容你這些 相對比較負面 或者是不為人知的這一面 那天瓶座很幸運 他可以找到一個 絕對信任他 包容他的人 嗯 哇 恭喜天瓶座 不要再對這世界絕望了 然後再來 現在的人 除了關心智的桃花以外 再來就是財運 嗯 2024年 財運最旺的幾個星座 我也是找了五個 第五名 天蠍座 天蠍座就是 適合去考一些證照啊 上一些課程啊 去發展自己的主業 不要去想要看有沒有中樂透啊 不要 提升自己的能力比較重要 專業技能最重要 專業技能比較重要 這個狀況下升官加薪是有望的 恭喜天蠍 有錢喔 而且還升官 勇力雙手啊 好羨慕喔 好 第五名就這麼厲害了 第四名 雙子座 雙子感情事業都 他苦了很久了 喔是嗎 苦很久了啦 對 人家出頭你不要這樣子 對 對 他跟前幾年都沒有套耶 真的 真的 或者他的紛爭也蠻多的 心情也比較不好 人事關係也蠻不好的 那就是在2024年的話 多累積資源 然後國外對他來說 賺錢機會比較多 什麼叫國外呢 比如說 進出口貿易啦 物流啦 或者說旅遊啦 國外的金融產品都可以 然後越多的資訊 越有機會 所以收集資訊也是雙子座比較擅長的 房地產也適合做房地產的買賣 好我們來看第三名 金牛座 耶 我要上榜啊 金牛座突破限制 然後有意外的財 突破限制有沒有真 有有有 對 就是跟自己原本的舒適圈 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這過程中 你要學新的東西 你之前沒做過的 但是現在覺得有機會 有興趣去多學一點 增加自己的技能和專業 核心競爭力 這都是非常好的時機 然後這些事情 可能是同一件事 但是不同的方法 你可能之前是當別人的員工 那你現在也可以自己當老闆 這也是不同的事 恭喜金牛座 那放在第三名 就是因為他感覺不舒服 但最終會很舒服 過程中 但是結果是好的 對啊 第二名 母羊座 母羊座就是要有很多潛力 是可以開發的 所以在這過程中 他如果遇到任何機會 就趕快去把握 但是很多事情 需要自己去認證 自己去工作 然後自己去探索 旁邊有人幫忙 他只是輔助 如果把很多事情都放手的話 2024年是不適合的 但是他的機會多 以前母羊座可能是 兩三年前是多勞少的 2023年是多勞多得 然後2024年 可能就是相對不要那麼辛苦 但是還可以賺比較多 照仙格雲他收穫的時候來了 他贏得的 恭喜母羊座 恭喜母羊座 辛苦 已經辛苦這七八年了 最厲害的 來了 射手座 射手座也是兩個都上榜 對 他也苦很久了 也苦很久嗎 對 缺人缺錢 缺感覺 缺計畫 什麼都缺 辛苦 真的辛苦的事 射手座 對 那射手座就是 過去想做的事 可能失敗了很多次 然後他也覺得 崩潰一崩 怎麼就差一點 就沒有完成 2024年有一個重來的機會 把他想做的事 然後他已經做一半 最後不能完成 甚至有障礙的事 可能都有機會順利的完成 2020年時機到了 所以這件事情可以一出而就 一步登天 快速達成成果 恭喜射手座 風水輪流轉喔各位 對 大家千萬不要絕望 好 接下來就是 因為我們有自己準備我們的新盤 老師有幫我們準備 然後再請老師幫我們來解析一下 看我們的夫妻有沒有適合 然後看一下他的脾氣是不是這麼硬 你的太陽是金牛座嘛 在第三宮 但是你的火星是和上升在水瓶座 水瓶的意思就是大眾 整個社會 全方位的訊息 那水瓶在上升 就是你很注重大家在想什麼 你也很關心周圍的人 有哪些部分是需要你的 然後有哪些部分是你需要避免的 不要去踩別人的雷 這樣的意思 但是火星在上升 又在第十二宮 意思就是 什麼事都能讓你生氣 什麼事都讓你急躁 你看吧 火星水瓶在第十二宮 就其實有時候你生氣 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其實這是對於情緒的覺察 有一點失察 你很多都是在關注別人 然後滿足別人的需求 也盡量不要觸碰到別人的雷點 但是在查嚴官色和小心翼翼的同時 你就忽略了自己 當時的想法和需求 所以這個情緒就會 一點一點累積起來 就你每一個生氣 都有它強大的理由 而且一定是公平公正的 但你爆發的點都很怪 所以別人不能理解你 對 對 真的 我就想他們怎麼不理解我 原來說表達錯誤啊 時間點的問題 時間點 那反過來說 他有什麼好的解釋 火星水瓶 就是如果旁邊的朋友跟你說我需要什麼 你是兩肋插道 衝到最前面 對 非常講義氣 有情有義 當然 這是要他認為 這是他職責範圍內要做的 比如說那個朋友幫過我 或者那位朋友 他現在就是在谷底最脆弱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你不幫 可能沒有人幫他 他就會認真起來 我是俠女啊 帶點公平正義 對 不會隨便亂幫 有點神力女超人的概念 所以壞脾氣也合理囉 也是需要慢慢的一個 回去修正 可惡 我想說可以歸瑞 我天生就是脾氣差 那你想要這份關係嗎 你跟你老公關係 還是分了也沒差 你是不要這樣子啦 還是要好好的啦 對啊 那就不能隨便發脾氣 這是很正常嘛 好難喔 怎麼辦 老師 我們就要了解自己 知道我的需求在哪裡 什麼時間點提出 然後什麼時間點我可以覺察到 但是我必須說 你剛剛有講嘛 你活起來是有理由 只是時間點不對 所以別人不能理解 別人不理解 他會更生氣 就是我們都認識這麼久了 你怎麼還不理解 火上交友 所以如果你是直男癌 那應該我也救不了你 他已經晉升為老公了 應該就是還好 他已經忍不歪了 他把救了全世界 我感覺我全身 郁青要先起來 給我實況 幹嘛啦 亂講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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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工作啊 或者是你認定的事情上 你是蠻了解的 因為你會去專研研究 第十工事射手 雖然說你在工作上 沒什麼計畫 但其實你的長線 還是有在看 就比如說哪些事情 短期利益好 但是長期利益不好 我還是會篩選 他今天如果意識到說 有些東西我要改變 他是很有執行力 而且對自己要求很嚴格的 他只要想要做的事 下定決心了 會做到極致 極致到應該放大精 都很難找到什麼差錯 但問題也就是這麼累 這麼緊繃 讓他不輕易去確定做一件事 如果是十分的話 放空九分做一分 但是這一分就等於別人做十分 是真的這樣子 他都說我是膽小鬼 沒辦法踏入一個新世界 跨出舒適圈 但我有跟他說 我沒有十分的把握 我是不會把我腳跨出去的人 對 他會觀望很久 觀望到時間到 咻就出去了 然後出去那一下他會認為說 這才剛開始沒有他馬上給你結果 他就是拼了命的那一種 對 他真的是這樣個性的耶 加上你的天頂是射手 所以你天生 對於你不想理會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放空到 我好像沒經歷過一樣 我就是這樣子 真的喔 這個我真的是 嚇到 因為我真的是那種 如果有人在我旁邊 一直在講一些八卦 或是不好的事情 但如果我覺得這件事 不關我的事 或是我不想聽 就這麼近喔 我可以完全二度都進不去 對你就會裝聽 但其實你在做別的事 對我根本就聽不到 需要你應對一下 嗯 喔 是喔 對可以回過後來 那個還是蠻簡單的 對 這個很準耶 這是我們檢疫的直覺 和對自己的基本工作的環境 以及你對自己未來的 其實有基本的想法啦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直覺和決策 對 是 我已經很確定 老師已經把你 你想知道的都跟我說了 好啦那我先站起來 我先走了 那換你還是自己家耶 太開心了 太開心 想說 噢 葉姐答得太棒了 我們來看我們兩個人 和盤的部分 老師你順其自然的話 明年有機會有龍寶寶嗎 直到二月底耶 不會 2024年的六月 有機會懷上 明年的六月 夏天 對 那星星和太陽都在裡面 所以這個小孩相對溫和 然後又長得漂亮 女生 自己決定 男生女生都漂亮 因為裡面有個太陽 所以男生女生都有可能 你們現在有順其自然嗎 沒有 還沒 還在避孕 就是還是很焦慮 到底要不要生 我們一直很困擾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不是想生就可以生出來 但是 一定也要在共同有兒 對 Eric比較怕生小孩 你還好 覺得孩子是一個很難去管治的 對 然後控制多了 對小孩不好 控制少了 他也煩惱 他是一個控制欲很強的人對不對 對 你沒有 你只會在生活裡面有這樣的想法 對人還是很尊重 客氣格 客氣格 對 客氣格 哦 我們一路從電梯客氣上來 我朋友 我們 他們都說是客氣格 客氣格 對 你連寵物都會恐吧 對吧 但是我必須說 這是跟你的個性有關 其實孩子對你來說是 這裡有個福點 就是天生宿命 你上輩子有積德 所以你生來的小孩都是幫助你的 但是 也有一個挑戰點 這個叫宿命點 你的個性會 一直 啊小孩怎麼辦 小孩不行 那外面世界這樣 細菌又怎麼辦 對 人又這麼亂 萬一誤入歧途呢 你會把自己煩死 老師講的最準就是 外面細菌很多的這件事情 但是所有都說對 生小孩 還是想清楚了 我講出我家辦法 老師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老師最近有開課嘛 所以我們也可以自己在家裡 看著老師的課程 也可以更了解自己嗎 可以 對我們來看一下 現場課程 我們全方位沾心學 這裡有分星盤解讀 情感合盤 和運勢決策 那在星盤解讀 就會有星盤裡面的基本元素概念的介紹 比如說什麼是公位 然後行星 相位 還有我們的星座 它要包含什麼含義 不同的排列組合又有什麼含義 我們都會教到 然後動態的行星 比如說逆行 流年的逆行 像水逆 本命盤的逆行 它有什麼含義 這個也會解釋到 這些都是基本概念的介紹 當然大家會覺得 這些概念太多 記不起來 我們會有一些口訣 或者是一些神話故事啦 理解的意義啦 幫助大家去記憶 用讀故事的方式 讀故事是最好學習的 對 就會忘記 然後再接下來 我們就是感情和盤 所謂的和盤就是 當我了解我自己的時候 我可能也需要了解別人 我們有親密關係 合作夥伴 然後有家人 朋友孩子 還有也許你需要理財專員 如果我們學會沾心血的話 這些和盤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怎麼和 我跟他如何經營感情 說他跟我一起做這件事 賺錢嗎 都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上課 也可以自己去看這些東西 可以 你都會手把手教學我們嗎 沒錯 就手先手 這樣手把手 那也太Cross 手把手的話 就除了我們的本命盤 也會交到流年嘛 所以流年 就跟我們的運勢決策有關 一樣是我 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 遇到的事情就不一樣 賺錢的多少也不一樣 這是為什麼呢 這就跟流年相關 所以流年不同 我們因應這個流年的好與壞 去做相關的決策 這是相對比較明智的啦 就是順勢而行 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就說 裡面元素太多了 我就算記起來也不知道怎麼解讀 我從來沒有學過什麼金錢觀啊 一個人的個性發展 我沒有學過 我就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表格和公式 比如說 這個是太陽 這是第二關守護性 就填進來 然後造句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 好像是我幫你解讀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自解讀 自心盤 更可以讓你在對的時間 做對的事情跟決策 對 讓你事半功倍 學這個很好 所以也可以讓你的人際關係 可能更好 選擇跟你適合的人 沒錯 先是自我探索了解自己 先了解自己 對 清楚自己的優勢 需求 然後再去面對我們周圍的人事物 我覺得相對 可以活出自己的 更幸福的版本 今天真的太謝謝老師了 太值得了 那我們會把老師的課程連結 放在我們的資訊欄 而且各位只要輸入我們的折扣碼 BEBO300 然後老師的課程就可以再折扣300塊 對 老師課程的價格是 跟股票一樣 會漲會跌的喔各位 值漲不跌 越早買越好 沒有停版的意思沒有 對 而且老師現在已經加碼到二十幾個小時的課程 老師 裡面會有一個是我 真的太感謝老師了 拉歷史來看 你拉一下 就不用去別人了 出現我們家地址 好 非常感謝老師今天來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開始小鈴鐺 記得老師好 我說掰掰囉 掰掰 掰掰